11月14日 鸿海第三季获利3.55元创同期高 作者,A大 今天鸿海召开第三季法人说明会 获利来到3.55元 比去年的3.11元高出0.44元 会有人觉得这样的获利没有很高 我只能说这些人根本不了解鸿海 我研究鸿海这么多年了 我在鸿海开法说会之前 我就认为大概获利会落在3.3到3.6元左右 之所以我认为不可能今年第三季获利和去年第四季一样 原因就是去年第四季鸿海为了要去补下谱第一季做重大资产减损 有做了资产活化 去年第四季鸿海的业外高达179.7亿 鸿海只要业绩有达标 是不可能再多去活化资产增加获利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今年第三季鸿海的业外不可能来到179.7亿 今年第三季鸿海的业外来到128.82亿 比去年第四季少50.88亿 扣掉20%的所得税后 获利相差0.3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是 鸿海第三季的本业获利来到547.7亿 比去年第四季的489.3亿高 也就是说今年第三季鸿海的营收和去年第四季是一样的 但毛利率及盈利率比去年第四季好 很多人用今年第三季的财报去和去年第三季比 真的就是苹果比橘子 到底懂不懂啊 鸿海今年第三季营收是18527亿 去年第四季营收18521亿 你要比也是用两个一样的营收去比毛利率 盈利率及获利 鸿海第三季毛利率6.19% 比去年第四季6.12%好 盈利率2.95%比去年第四季2.64%好 净利率2.66%比去年第四季差 之所以鸿海第四季本业赚比较多 最后净利率比较差的原因也很简单 鸿海持有工业复联84.6% 工业复联第三季赚288亿 鸿海需要从非控制权益扣掉44.3亿 鸿藤金利及富质康也都要扣非控制权益 去年鸿海业外179.7亿 这些获利就只需要扣所得税20%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鸿海第三季本业获利赢去年第四季 最终获利会比较少一些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鸿海去年第四季业外活化的土地 厂房只能卖一次第三季开始的AI伺服器是能一直持续地赚 而且明年第一季直比200开始出货 获利会更上一层楼 对鸿海来说 营收只要大幅地提升 一定就是会影响毛利率 因为鸿海要追求市占率 唯有更有竞争力的成本 鸿海才有可能取得最大的规模 鸿海会去接能赚钱的生意 这些生意毛利率有可能不好 但就是能赚更多的钱 接这些生意除了可以赚钱外 还能让鸿海规模更大 我觉得很多分析师很搞笑 他们读书都是读到背上面去了 他们觉得毛利率是影响竞争力的关键 但毛利率必须要在同产业相比 而且还要在相同的营收规模比 为什么我用今年第三季和去年第四季相比呢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这两季鸿海的营收才是一样的 我用今年第三季营收1.85兆和去年第三季营收1.55兆比 这有啥意义 之前一直有无知的人说力讯 和硕 伟创 广达 英业达 仁宝要打败鸿海了 说那些代工厂毛利率比鸿海高 我听了就觉得好笑 当那些代工厂的营收都来到1.85兆时 再来和鸿海比毛利率 那种营收才1000亿 2000亿的 你要和营收1.85兆的鸿海比 我是不懂是要什么比鸡腿 鸿海今年第四季营收会来到2兆 如果你要用今年第四季和去年第四季的1.85兆相比 那又是一个错误的比较了 你应该是要用2020年第四季及2024年第四季来比 因为这两季鸿海的营收都是2兆左右 这两季鸿海的毛利率是来到5.66到5.69% 以前之所以用年对年来比 那是因为年对年营收增加不会很大 所以这样比才有意义 现在鸿海营收因为AI伺服器大幅度的跳升 自然就是要找相同营收规模下的季度去比 这样才会准 一般我们用年对年的财报比 那是因为鸿海每年都是上半年比较淡 下半年比较旺 同一年的旺季可以比较成长的差别 一般年对年的成长都是成长比较小的 鸿海这种大型的公司 营收增到两成 毛利率及营利率的变化 一定就是要找相同营收下的比 这样才不会失真 鸿海第三季赚3.55元 虽然比去年第三季3.11元才好0.44元 但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去年第三季已经是一场的好了 去年第三季鸿海是为了去弥补第一季夏普做了重大资产减损 鸿海任列了200亿损失 所以第三季才会有3.11元这种成绩 去年第三季都已经是一场的好了 今年第三季又比去年好0.44元 大家就知道今年第三季有多好 鸿海去年第四季赚3.83元 这也是算一场的好 鸿海2023年第四季赚3.83元 2022年第四季赚2.89元 2021年第四季赚3.2元 2020年第四季赚3.32元 2019年第四季赚3.45元 鸿海今年第四季要做到年增的难度就大了 鸿海历年的第四季中 是有做到营收2兆或接近2兆的 不过大概就是能赚个3.3到3.45元就差不多了 鸿海第三季获利能年增0.44元 代表鸿海对第四季赚3.83元有信心 毕竟鸿海会尽量做到获利年对年增加 如果对第四季做到3.83元以上没有把握 那第三季就学第二季这样 好个0.15元或0.2元就行了 把剩下的0.25元放到第四季 这样第四季来到3.83元的几率就更大 既然第三季能做到3.55元 而且在1.85兆营收下本业营收就有547.7亿 那第四季营收做到2兆时 本业营收做到600亿问题就不大 业外再来做个120亿 这样就有税前720亿了 获利来到4元以上就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了 会有人觉得AI伺服器对鸿海获利好像没什么贡献 那是因为你没有注意看财报 红海本业营收从2022年第四季开始 赚442.3亿 2023年第一季赚405.2亿 2023年第二季赚309.3亿 2023年第三季赚461.5亿 2023年第四季赚489.3亿 2024年第一季赚367.5亿 2024年第二季赚446亿 2024年第三季赚547.4亿 本业的盈利是骗不了人的 AI伺服器就是真的能带来不错的获利 所以鸿海的本业获利越来越高 大家不要忘了 鸿海业外中关联企业及合资中的夏浦 红准 真鼎等 这些也算是本业 只是鸿海持有的比较少 这些子公司本业的获利也因为AI产业而越赚越多 就这两点来看 就知道AI产业带给鸿海的获利成长是很可观的 一个很关键的点在于 去年AI伺服器大概占鸿海营收二十分之一 今年大概占到十分之一 AI伺服器才占到鸿海十分之一营收 就有这样的成绩单了 鸿海明年AI伺服器有可能占到五分之一 大家有没有想想都觉得很开心 一些短视的散户 看不懂财报 常常就是张嘴就酸 那些人在股市中是赚不到大钱的 如果你有个两三年的时间 你再持有鸿海两三年 你就会发觉AI伺服器占到鸿海总营收三成 甚至是四成 那时你就会发觉鸿海一季的本业盈利来到600亿 800亿1000亿 甚至是1200亿 这才是中长线价值投资看的趋势 大家按赞并留言 鸿海第三季营收大增 要用相同营收的季度去比毛利率 盈利率及获利 这样才不会闹出笑话来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鸿海第三季获利3.55元创同期高 二 鸿海正与两家日本传统车厂顺利商谈 三 外资群称台积电力空偏空操作台股 新闻说 鸿海第三季获利493.25亿元 创同期新高 获利3.55元 鸿海14日公布第三季税后存益493.25亿元 同期新高 既增41% 年增14% 第三季美股税后存益 EPS 3.55元 第二季EPS为2.53元 去年同期为3.11元 展望鸿海第四季业绩 将既增与年增 其中四大类产品中 消费智能产品 以及原件其他产品 既对即将表现强劲 云端网路产品则既持平 至于电脑终端产品则会下滑 鸿海第三季营收占比 消费智能占45% 云端网路占32% 电脑终端产品占17% 原件其他产品占6% 鸿海第三季毛利率6.19% 既减0.23% 年减0.47% 营业利益率2.95% 既增0.08% 年减0.04% 净利率2.66% 既增0.4% 年减0.14% 至于鸿海2024年整体业绩 将优于2023年 其中云端网路 以及原件其他产品强劲成长 电脑终端产品显著成长 消费智能产品则小幅下滑 A大回答 鸿海第三季这一份财报算是表现不错的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第三季工业妇联开出财报时 营收是增4成 获利仅小增1.24% 工业妇联是鸿海旗下做云端网路产品的 也就是负责做AI伺服器的 当工业妇联开出第三季财报营收年增4成 获利仅小增1.24% 就会有很多法人 散户 中实户 大户 外资群 主力认为鸿海第三季财报不会很好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工业妇联是鸿海旗下的金基母 也是做AI伺服器的子公司 当工业妇联开出营收增4成 获利仅增1.24% 一定会有很多人预期鸿海第三季财报不好 我们会认为鸿海第三季财报会不错 那是基于2022年第二季及2024年第四季工业妇联毛利率低 结果鸿海母公司的毛利率高 我们这样认为当然比较多的是对鸿海有信心及认同 最终鸿海营收开出年增20% 营业利益增19% 这等于就是鸿海营收增加获利真的是有增加 大家不要忘了 工业妇联第三季营收7663亿 这部分的营收占了鸿海第三季的4成多 这部分的营收获利是没有增加的 代表鸿海母公司营收9773亿 这部分盈利是增加的更多 才能达到总营收增两成 获利增两成 所以三大法人一定是会觉得鸿海这份财报很不错 从近两季工业妇联和鸿海母公司的财报来说 很明显AI伺服器比较高毛利率的部分是在鸿海其他子公司做了 所以三大法人想吃到鸿海AI伺服器的题材 那就不能只去买工业妇联 不然近两季工业妇联营收增46% 获利增15% 营收增39% 获利增1.24% 很明显获利都跑到鸿海的母公司这边来了 大家看到鸿海营收增两成 本业营收增两成 工业妇联营收增四成 获利仅增1%的资讯时 应该是要感到开心 因为这意味着三大法人要把买工业妇联的资金拿来买鸿海了 鸿海业外收入中的利息收入87.5亿 其他收入31亿 财务成本87.7亿 这三项加起来仅有30.8亿左右 比正常的50亿少了20亿 这部分有可能是因为AI伺服器需要大量的现金 这就让鸿海的利息收入变少 这也是我说的 想要做AI伺服器这么大的生意 公司的资产是要够大的 鸿海第三季的其他利益及损失有56.28亿 这项算是比预期的好 关联企业及合资部分 这就是夏普 红准 真顶贡献的 去年第三季28.34亿 今年多了十几亿 这十几亿就是夏普贡献的 鸿海的业外收入128.81亿 有人会觉得业外就是不务正业赚来的 我和大家说 鸿海算是比特别的公司 鸿海的业外只有其他利益及损失这一项算业外 剩下的其实都是算本业 例如关联企业及合资的夏普 红准 真顶等 这就是鸿海的子公司 垂直一条龙部分 只是鸿海持有的比例比较少 所以才会算到业外 这41.7亿其实也是算鸿海本业 还有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及财务成本 鸿海是要好好的管控应收款 应付款及现金部分 不然像这一季 因为AI伺服器使用掉了大量的现金 就让鸿海的利息少了20亿 我常和大家说高股息的公司有问题 大家看鸿海如果抓到一个新商机 也就是AI伺服器 这是需要很大量现金的 想要多赚个一两百亿 那也是要拿手上现金出来 少赚了20亿的利息 拿去营运多赚个一两百亿 这就是算很划算的一笔交易 新闻说 鸿海表示业绩能见度更佳 明年AI伺服器占比冲五成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今天表示 第四季业绩可明显既增和年增 目前能见度比8月时更好 2025年AI伺服器占鸿海 整体伺服器营收比重可达五成 出货可逐迹攀升 明年仍需观察全球政经局势 货币政策 以及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等因素 他预期 AI伺服器未来几年可高速发展 2025年乐观看待 明年是人工智慧 AI年 鸿海集团会掌握商机 进入另一个成长阶段 鸿海下午举行线上法人说明会 董事长刘洋伟亲自出席 财务长黄德才和发言人乌俊逸陪同 展望第四季 刘洋伟预期 第四季业绩较第三季 和2023年同期显著成长 其中消费智能产品估较第三季 强劲成长 比去年同期持平 主要是进入传统旺季 不过有降息循环 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等不确定性上升 因此较去年同期持平 鸿海预期第四季云端网路产品表现 较第三季持平 较去年同期强劲成长 刘洋伟指出 AI伺服器出货强劲 累计前三季营收年增超过两倍 通用伺服器业基年成长二成 预估第四季AI伺服器出货可强劲成长 通用伺服器持平 至于第四季电脑终端估明显纪减 较去年同期小幅减少 刘洋伟表示 尽管新品上市效应 不过第三季返效需求使得机器高 且市场复苏缓不影响 至于连接器 机密模组 镜头 车用零组件等元件 和其他产品均较第三季显著成长 不过由于非核心业务影响 较去年同期持平 观察今年营运 刘洋伟指出 和8月中旬法说会预估相同 今年鸿海集团业绩较去年显著成长 目前能见度比8月更好 消费智能产品原先预期持平 目前下修至小幅年减 云端网路产品维持明显增加趋势 更为强劲 主要是AI伺服器强劲成长 电脑终端产品原先预期持平 目前上调至显著成长 元件和其他产品维持可强劲成长 展望2025年营运 刘洋伟表示 尽管通膨趋缓 仍需观察全球震惊局势 货币政策 以及人工智慧 AI 产业发展等因素 他指出 生成是AI Gen AI 发展下 全球加快投资力道 2025年AI发展将是全球资通讯领域 最重要成长动能 他预期 2025年AI伺服器占红海 整体伺服器营收比重可达五成 出货可逐迹攀升 成为红海集团最重要成长动能 展望AI趋势 刘洋威表示 AI伺服器未来几年可高速发展 2025年乐观看待 他指出 明年是人工智慧年 红海集团会掌握商机 进入另一个成长阶段 红海不仅是AI产品制造者 更是AI使用者 红海集团具有AI超级运算能力 他表示 集团未来持续在AI 机器人 自动化等领域与其他大厂合作 未来成果显著 明年在累计制造服务基础上 集团聚焦成为科技制造平台服务大厂 A大回答 红海第三季云端网路占比来到32% 以第三季红海营收18537亿来说 占32%的云端网路就是5931亿 这和我们估红海营收估的更好一些 当初我是估7月及8月是1891亿 9月是2080亿 合计是5862亿 会有人觉得我估的都很准 其实是红海每一个月营收公布 我抓个大概值 正负的误差自然不会很大 第四季红海说云端网路持平 我个人觉得一来是因为机器相对高 都已经来到6000亿了 二来是因为GB200要出来了 一些客户会等GB200 这种感觉就像是 你知道苹果16星期9月份出来 你在7月及8月会不会想说 再等一下直接买新款手机就好了 我想一定是会的 大家看10月云端网路的营收就比9月约略衰退 11月云端网路应该也是约略衰退 毕竟12月份GB200都出来了 有哪个客户会在GB200出来的前一个月 还很积极的去买H系列的AI伺服器 所以10月及11月因为新AI伺服器出来前先降低一点 12月份GB200出来多年增一些 这样差不多就是约略持平 还有一个原因是刘董说话都比较保守一点 会成长都说约略持平 所以第四季云端网路有可能是会小幅度的成长 接下来就是来到明年的GB200出货期 新闻说 法人问及挥答 NVIDIA GB200伺服器出货进展 刘洋伟表示 正如挥达执行长黄仁勋先前所言 需求非常疯狂 目前鸿海在GB200伺服器的开发与生产 持续按照计划 预估第四季小量出货 2025年首季进入放量出货阶段 未来几季出货持续上升 鸿海也布局GB200伺服器关键易冷系统和关键零组件 已通过客户认证 鸿海说明 今年前三季AI伺服器占整体伺服器营收比重超过四成 加上通用伺服器成长 使得云端网路项目占集团营收比重超过三成 在半导体布局 刘洋伟指出 先进封装玻璃重部线路在板仪小量生产 应用在边缘运算AI绘图处理器 GPU 产品 在设计服务 鸿海布局5奈米制程后端设计以及CoOS先进封装服务流程 在车用功率和类比晶片 鸿海新竹碳化系模组厂试产 送样给鸿华先进 以及中国和欧洲的电动车电区系统客户 车用半导体模组 以取得中国和台湾电子次系统设计案 自有设计电源晶片和功率半导体导入AI伺服器产品 谈到日本夏浦大阪届工厂转型资料中心进展 刘洋伟表示 进度按计划推动中 与软银和KDDI合约洽谈中 预估今年底完成合约细节 观察第三季毛利率 营业利益率 净利率表现 鸿海财务长黄德才指出 第三季三率表现受到产品组合调整和毛利率下降影响 他预期 2025年AI伺服器单价会大幅提高 带动鸿海在伺服器项目营收表现 但毛利率会受部分影响 透过上下游垂直整合和扩大经济规模 达到获利极大化目标 A大回答 目前鸿海出货的是H系列的AI伺服器 零组件整合及规模还不到顶峰 12月开始出货GB200 就会产生新的商机 一来GB200机柜型AI伺服器单价高 二来是鸿海掌握更多高毛利关键零组件订单 来看一下今天法说会相关的问答 水冷零组件是提高获利性来源 布局为何 唯一可以提供全供应链服务 CDUQD Manifold Coldplay零组件 完整一冷机柜水兑水水兑水兑器以外 这些关键零组件来自长久累积精密加工能力 GB200有高市占率 更有机会把水冷关键零组件整合到客户产品中 陆续通过客户认证 预期这些零组件会有不错贡献 AI伺服器占比提升 对毛利率盈益率影响 今年AI伺服器营收贡献显著 存货年增14% 营收账款年增20% AI伺服器订单需要稳健资产负债表 获利金额多年增 透过营运规模跟垂直整合优势 获利极大化 2025年营收规模会扩大 交易模式多元化 对资产负债表需求 Buy & Sell会对毛利率及盈利率影响 但是会让获利成长 关键零组件掌握较高供应比例 也争取集团内衣冷 电缆 线缆等零件 AI伺服器GB系列 2025年 准备好相关产能因应 客户涵盖大型CSP NCP 跟一线品牌客户 GB200开发生产按照计划进行 本季小量出货 2025年第一季放量出货 GB200NVL系统级机柜 技术成熟供应链提升出货量成长 大型CSP主权AI建设推动 GB系列2025年出货逐迹上升趋势 NVL7236因应不同数据中心电力规格 主要CSP客户倾向NVL72 跟我们目前订单一致 市占率至少40%以上 新闻说 史诗急溃败 日系与德系车厂Q3净利普叠 BMW崩跌83.8% 日产据减94% 最新数据显示 日系车厂今年上半年全球销量悉数下滑 丰田 本田与日产第三季净利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暴跌55% 61%与94% 德系车厂BMW 奥迪与福斯第三季净利 也分别崩跌84% 76%跟64% 10年前 日产在中国车市大厦四方 每年净利润可轻松达到4 5000亿日元 但第三季仅192亿 利润严重萎缩 该车厂7日 也宣布重大重组计划 震惊全球汽车业界 重组计划包括大幅血减 全球产量25% 全球裁员9000人 并下掉年度获利预测 数据显示 今年第三季全球车厂净利前10名 依序市丰田 通用 现代 特斯拉 宾市 福斯 比亚迪 福特 本田与BMW 无独猶偶 德系车厂福斯 也随着利润暴跌而传出 要在德国裁员数千人的消息 而与之相对的是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 市占率已经突破60% 创下历史新高 专家认为 日本与欧洲这些传统车厂 其实从一开始 就被电动化加智慧化的浪潮 完全甩开 之后则是越甩越远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 反复运算升级速度 让他们反映的时间都没有 就连特斯拉也只是不断在吃 第一代特斯拉电动车的技术老本 目前在很多方面 已经被中国电动车反超 并拉开了距离 专家指出 电动化只不过是 整个汽车产业升级的前半段 智慧化才是未来电车的 终极发展形态 并以诺基亚为例称奇 最终败在手机作业系统 并非败在触控荧幕 这也是福斯高管跑来中国体验完中国的车机系统之后 回去马上解散耗费了200多亿的车机部门的原因 因为欧洲和日本真正欠缺的不是一块荧幕 又或者几个天才城市师 欧洲和日本真正欠缺的是一整个的 互联网生态冰山下埋在水里的那部分 而放眼全球 除了中美 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如此强大的 全互联网生态产业链能力 A大回答 这些传统车产的获利越来越惨了 这很符合流动当初预估的 不过这些传统车厂还在那硬撑 如果今年AI产业没有爆发 那鸿海面对这些传统车厂的硬撑 这样确实会对鸿海产生很大的压力 但今年鸿海布局的AI产业大爆发 除了成长力道最强的伺服器外 剩下的手机 电脑 笔电 平板等也都会因为加入AI而带动换机潮 大家看鸿海第三季的进现金一季减少了39% 就知道AI伺服器是需要很大资金的产业 现在电动车起来的比较慢 这对鸿海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 鸿海目前已经找到AI伺服器这个成长动能 在AI产业也是需要很大的资产去支持客户不同的选择 大家想一件简单的事 广达 伪创 伪影及应业达的资产这么小 客户怎么可能敢下太大的订单给这些AI概念股 鸿海手上现金比较多 客户就能选择Buy and Sell交易模式 及Consign交易模式 这有助于客户更灵活 现在一些传统车厂还在那撑 其实了不起也只能再撑个一年 两年左右的时间 鸿海按照自己的步调前进 东西都准备好放在那等了 正所谓模式在人 城市在天 鸿海现在的压力也比较小一点了 明年鸿海还有一个吃资金的怪兽 Gb200级柜型AI伺服器要出货 这会吃掉鸿海很大一部分的进现金 所以电动车如果一年或两年后起来 鸿海因为AI伺服器已经多赚了两年的钱 那手上就会有更多的现金 不然今年如果电动车真的也起来 我只能和大家说 大家的股息就会变得很不妙 毕竟鸿海AI伺服器及电动车 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支付 那鸿海哪来的现金去付 获利的五成多给股东 所以电动车发展比较慢一点 其实也不用太在意 大家看一下刘董在法说会上 怎么说电动车的发展 电动车将与两家日本车厂合作 近几个月签订合约 鸿海14日举行法说会 针对电动车EV进展 董事长刘扬威表示 正在与两家日本车厂商谈顺利 客户满意度很高 来过台湾看过我们车子 并与鸿海的工程师对接 正在敲定合作细节 希望这几个月完成合约签订 以确保量产不会延误 达到双赢 针对鸿海要在2025年 达到全球EV的50%战率 以及兆元营收 刘洋伟说 目前EV发展符合预期 传统车厂对导入新科技脚步比较谨慎 2025年的目标被推迟 但目标不会改变 由于电动车竞争激烈 加上区域化的生产趋势 因此 鸿海推出的CDMS模式 愈来愈有吸引力 很快会签订新的EV客户合约 预期后续还有更多客户 中长期还是可以达成目标 刘洋伟强调 鸿海第一款EV进入量产 也就是Model C 并在台湾市场的销量取得领先 至于电动车取得传统车厂订单 也会在近期内达成 将有更多车厂跟进 新闻说 刘洋伟直言夏浦最坏情况已过 鸿海会持续协助积极转型 针对夏浦日前 接住2024采年第二季度决算 缴出5G来首度转亏未盈 季度别纯易创于 二年来新高的成绩单 借工厂SDP转型AI资料中心 也取得相当进展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金 14日表示 财报结果证明 夏浦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鸿海在这段期间协助夏浦转型 专注在品牌与技术的策略 也逐渐显现出成效 展望未来 刘洋伟表示 鸿海会持续地协助夏浦积极转型 让夏浦可以专注在本身的品牌力 技术力 结合鸿海的新事业 以及广泛的产品组合和全球布局 加速整体的转型升级 A大回答 今天刘董在谈夏浦转型的情况 这就和我之前和大家说的一样 刘董想要帮助夏浦转型 那就是要把赔钱的零组件生意打消掉 也就是大尺寸及中小尺寸面板厂 夏浦在去年第一季 及今年第一季把大尺寸及中小尺寸面板厂打消后 也顺便把商誉 机器 设备打消掉 面板试矿就是不赚钱 你多卖就是多赔 加上每一季及每一年要折旧及摊题 如果夏浦不去把这些坏资产打掉 夏浦就算在10年或20年也无法转亏未盈 之前我就有研究过转机股 所以我知道想要让一家公司转亏未盈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也就是找出获利的部分 以夏浦来说 品牌每年都是能赚500到600亿日元 这部分是很稳定的 既然面板业这么不赚钱 那就停止面板事业 毕竟夏浦也不像友达或群创这样式面板厂 夏浦本来就能专心做他的品牌 这样稳定的获利就找出来了 每年赚500到600亿日元 但想要永续经营公司的话 你除了有稳定赚钱的事业外 你还要去发展未来的事业 这也是为什么鸿海要把夏浦带进去AI产业 对鸿海来说 这一两年鸿海在AI产业吃到的饼很大快 也带着夏浦一起进来吃不会是什么难事 这就是流动能这么快让夏浦转亏未赢的方法 这时会有人说 听起来很简单啊 这有什么难 我和大家说 有多少人能承受得起短时间公司巨亏的骂名 夏浦去年第一季及今年第一季打消重大资产减损 这是需要承受很大骂名的 一般的经营者会觉得 我就每一季 每一年赔一点 反正赔不死就继续领薪水 想要像流动这样带着夏浦去转型的 那也是需要有一点勇气 当然你也要对公司组织架构很了解 这样才能知道夏浦赚钱及赔钱的原因 我这样说起来是很简单没错 但真正去做的人就需要有很大的执行力了 我们是以第三者的角度看事情 我们求的是把事看得通透而已 至于细节怎么做 那就是交给我们的刘董大人去执行 新闻说 针对外界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后 鸿海的全球布局 对此 董事长刘洋伟认为 要关心的并非选举本身 而是后续的投资政策 环境及商业机会等 目前鸿海在美国的展望正面 也持续新增投资 扩大布局 刘洋伟表示 鸿海在美国投入营运以来 已经跨越超过11届的历任总统 深耕将近40年 设置将近50座厂区 雇用了超过5000名的美国员工 创造出每年256亿美元的营收 约薪台币8334亿元 以威州的投资案来看 刘洋伟表示 过去三年多期间 鸿海在威州投资规模已达10亿美元 所雇用的美国同仁至少成长42% 威州的营收相较去年同期 成长了140% 今年以来鸿海更是当地拉新郡最大的纳税者 刘洋伟认为 长期来看 鸿海受惠于全球化的布局 和新事业的发展商机 威州及德州厂区 在AI以及伺服器领域都有一定的受益 德州的电动车厂 也将持续导入新的客户 近期也持续在美国新增投资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254.27亿 投信买超台股54.52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163.57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363.32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增加2454口 期货留仓空单47248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18345口 今天台股成交404.59亿 下跌144.85点 跌幅0.63% 收在22715.38点 电子下跌7.19点 跌幅0.57% 收在1247.05点 金融下跌11.24点 跌幅0.54% 收在2056.1点 今天外资群再卖254亿 三个交易日下来卖了1156亿 外资群从9月19日Fed宣布降息两码到今天 仅剩买250亿左右 外资群这一波就是在朝美国禁止台积电出7奈米以下的晶片给中国 直接就是觉得是一个很好做空的题材 就把波段买的股票卖了八成掉 今天自营商也是有卖了163亿 三大法人卖了363亿 结果指数也才下跌了144点 昨天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就算外资群把它波段买的1500亿卖掉 了不起就是下跌个1000点 昨天我说外资群剩下的500亿就算卖出 了不起能跌个300多点就偷笑了 当指数波段累积跌得越多 散户向下加码及摊平的力道就越强 除非外资群再去拿老库存来卖 不然这一波段想要跌几千点 那难度是很高的 之前指数从24416点跌到19662点 外资群是拿了8155亿出来卖 才让指数下跌5000点 但后面卖的力道比较小时 指数是有反弹到22000点 所以这一个波段外资群 想要让指数从23650跌下来到20000点 那至少是要拿个6000亿以上的股票来卖 9月19日到今天买的1500亿 已经卖到剩下250亿左右了 红海主力筹码分析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元大 买了4889张 第二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2944张 第三名的是台湾惠利 买了969张 第四名的是国泰敦南 买了434张 第五名是永丰高雄 买了362张 今日卖超 第一名的港商野村 卖了4106张 第二名的是美商高盛 卖了3653张 第三名的是港麦格力 卖了3598张 第四名是美林 卖了2474张 第五名的是台湾摩根 卖了1918张 昨天赵峰路港回补了红海1000张 结果今天看到红海股价表现的弱势 就进来踹一脚 我们就当赵峰路港是隔日冲 这两天下来赵峰路港是赔了500多万 目前赵峰路港手上还是2400多张空单 今天除了赵峰路港进来踹一脚外 台积湖尾 台积台北 永丰湖尾也进来偏空操作 分别是赔了180万 168万及185万 最近外资群在朝美国禁止台积电出7奈米晶片给中国的题材 所以台积电最近股价一直呈现很弱势 外资群也持续地卖超台积电 当台积电股价弱势时 台股的走势当然也会弱势 外资群 主力 短线客 投机客就比较容易会去偏空操作 不过偏空操作归偏空操作 会不会赚钱那也不好说 今天鸿海中当充钱时大券商就有8间赔钱 赚钱的两间仅赚了23万及31万 赔钱的8间加起来赔了747万 这也是我常和大家说的短线很难赚钱 因为存在稳赢的政府及券商 今天前十大当充券商合计买了8537张 卖8851张 卖出18亿的金额要缴千分之1.5的交易税 千分之1.425的手续费 这样就552.3万的交易税及手续费了 买的部分要千分之1.425的手续费 这样就要276万的手续费 所以前十大当充券商就这样付给了政府及券商700多万的交易税及手续费 里面好不容易玩银的当充客 也才赚了54万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短线高手10个中有一个到两个就很偷笑了 因为政府及券商太过无敌了 不论股市涨跌 也不论你是输货是赢 政府及券商通通都要收交易税及手续费 最近三个交易日外资群大卖台股1156亿 也卖超了鸿海36296张 外资群这三天卖鸿海单纯就是因为台积电最近有利空消息 外资群在卖台积电时 顺便也偏空操作鸿海 近三个交易日下来 外资群合计卖超了台积电36156张 外资群极主力在操作台股时就是喜欢这样找一个题材 然后往一个方向操作 很多散户就是金鱼脑 他们眼中只有秒 分 时 天 最多就是周 看到外资群一个波段的偏空 他们之后就会吓破胆 大家平常看我追踪三大法人进出名戏 外资群敢今天买明天卖 也敢今天卖明天买 但很多散户就是追求完美 只要一次做错 他们就开始演内心戏 不然就是在某一次操作失误时 就拼命地加码及摊平 甚至是使用融资 后面股市下跌到他们受不了时 这些散户就断头杀出 今天鸿海下跌三元 成交量72322张 投信卖超635张 自营商卖超376张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9722张 鸿海股价收在211.5元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影响公司股价的因素很多 短线就是投机8要素 包括筹码面 技术面 消息面 法人心里面及散户心里面 最近三大法人在偏空操作 把自己手上买的1400亿卖出 累计到现在已经卖了1156亿 波段还剩下250亿能卖 有一些散户以为 基本面及产业面 一定能完美地影响短线的股价 其实这就是绝望的 基本面及产业面 是影响中长线公司的股价 也就是说短线主力 外资群如果手上有钱 他们可以把股价拉抬 或贯杀到他们想要的价位 我称这个叫有钱就是任性 很多散户看不懂基本面及产业面 这就会造成开出很好的财报 结果被三大法人吓呼一下 或是洗一下盘 他们就被拐出去了 中长线价值投资 就是看基本面及产业面 只要鸿海的获利好 未来展望家 那就不用管短线外资群 主力 散户在那玩花样 反正这些法人及散户 他们短线单纯就是想要赚走对方的钱 法人是负责赚钱 散户是负责送钱 分工的很明确 今天鸿海开出第三季财报 我个人觉得表现得比我想象中的好 一些散户可能看不懂 他们会在那说鸿海股价涨多少了 获利财成涨多少 其实大家也不需要理那些人说什么 那些人大部分都是鲁蛇 有一些是嘴贱 一些是麦菲 我本来就认为第三季及第四季 红海的获利不可能大爆发 红海的经营模式就是稳中求胜 就是要持续的慢慢向上成长 红海的股本这么大 市值这么高 要让获利多赚个亿元 那就是要多赚一百七十几亿 因为还要加上百分之二十的所得税 对一些散户来说 红海多赚个0.3元 0.5元 0.7元没什么 但红海要赚这么多钱 可能是他或他呆的公司 一辈子都达不到的目标 红海第三季表现得比预期好 敢开到3.55元 前三季合计有7.67元 去年第四季红海赚3.83元 红海敢让第三季 比去年第三季好这么多 代表第四季红海 对于赚3.83元以上是有信心的 今年红海有可能都能赚到12元了 我是不懂哪儿不好了 这还是没有GB200的情况下 明年有GB200 红海的获利就会成长得更明显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红海啥巴 红海啥巴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周理人肉请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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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2 0